台湾国防部发布共军动态 增获前一天共军出动49架军机 19艘军舰与7艘海警船 共军则发布模拟影片 声称组织多兵种演练 逼近台湾岛 国军警防部表示 秉持备战不求战 应战不避战原则 没有提高警戒 保持力行性常态训练 应对中共军演威吓 国军发布战备影片之外 也公布监控共军影像 包括P3C反潜机 增获共建与海警船舰 共军军演第二天上午 海巡在东引乌丘平原岛屿 限制水域 增获中共海警各两艘 编队高速闯入限制水域 台湾海巡舰艇应对驱离 历时一个钟头 海巡署指出 中共海警本月八度 驶入金马限制水域 影响海上航行安全 破坏和平稳定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 不理性的行为 新唐人雅的电视 直线里留资银 台北金门 综合报道 正计的行为 并且担心地 空灰